私立小天地幼儿园第三届毕业典礼很不一样 29号下午在车站前广场 50位小朋友将儿童权力公约内容 融合了舞蹈 透过表演分享给民众来重视儿童权力公约 而县议员张美慧特别出席之词 期盼透过这种别开顺便的毕业典礼 为小朋友留下难忘的毕业回忆 毕业典礼走出户外 私立小天地幼儿园第三届毕业典礼 29日下午特别移师到花莲火车站前广场 邀请50位小朋友带来融合儿童权力公约的舞蹈内容 除了家长为小朋友拍摄留下身影 也吸引不少旅客足足欣赏 现议员张美慧也献身力挺 人人身为平等 身而平等 所以小朋友跟大人一样都有所有的应有的权利 那很多时候大人会忽略的 那今天透过我们的小朋友的展演 还有我们倡导的这个儿童权力的公约 让大朋友也能够了解 小朋友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很多 应该就天生就想要有的权利 那这个也是列为联合国很重要的公约 那也期待小朋友也透过亲针的参与 也可以了解自己应该要努力的 要享受的高调乙情 赤逢第三届毕业典礼 想说给小朋友带来更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也能让他们更认知儿童权力公约 所以我们把这个表演把学校内的活动搬出来到室外 然后让所有的室人都能够充分的了解CRC 儿童权力公约 借由表演让我们全花莲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知道儿童的权力有多么重要 毕业班跟在校生 以舞蹈竞赛方式将权力象征融入五道 包含受保护权、参与权等 为毕业典礼赋予更多意义 且盼在小朋友天真自然的情感流露下 唤其民众重视儿童的基本权力 也认识儿童权力公约的内容 守护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 介绍长方圆华人士报导